您现在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宇凡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9月11号礼拜一 那么一个礼拜的开始呢 大家突然发现这个大盘怎么了 怎么了它怎么了 看一下这个我们的集市走势图 大家发现这个今天早上呢 曾经灌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盘中 今天10点钟有盘中直播 那么曾经跌了134点以后呢 它进行一个小幅度的反弹 我们那时候认为说 它可能还有低点 所以先不要贸然的就开始采取行动 果然开始低点又出现了 到我录音的时间点呢 这个指数已经跌了170几点 但我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说指数这样子跌 是代表是这个后面是很不乐观吗 那最主要重灾区在哪里呢 在AI族群 那么我就回到上礼拜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黄仁勋的这个卖股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你极力的看好AI 却在那个股价在高档的时候出托持股 即便比例不是很重 但是呢你这样子卖出去 你会让人家感觉说 哎呦那这个叫做高点 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么好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AI整个族群里面 当然有很多股票大家会发现 8月份营收感觉出来都不错 为何 为何那股价反向的去打到什么 打到跌停 大家来看一个关键点 就是说 我们过去一直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现在 未来的前景很好 我是搭的题材在上涨 所以呢我的营收获利其实都还没有赶上 那么好 那我营收获利没赶上 我的股价已经开始一直往上跑 一直往上跑 跑到某一个点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法人都在讲目标价都要提高 那么提高的时候你就观察到 他们都在高档区 然后告诉你说 我目标价再往上拉再往上拉 然后你就会发现涨不动 涨不动什么呢 第一件事你看到 我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 等一下给大家看 为什么我先回到技嘉身上去给大家看这个重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 你去看这一段 这一段是法人在卖 好吧 这个是叫外资在卖 这边是本来投信在卖 对不对 投信反手卖 大家看我这个游标的位置 投信反手卖 投信反手卖的同时 外资也在卖 外资也在卖的同时 投信也在卖的同时 融资是增加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 融资是增加的 所以法人在卖 融资在买 各位 你有没有想象过一件事情 早上我在盘中解盘的时候呢 我在盘中直播的时候 有跟我们的聊天室的观众朋友 有跟大家讲 我说你去看相对应的 今天压力大会来自什么地方 一叫破线 破线 好啦本来我是在月线 月线守不住 我要回撤哪里 回撤季线 那我季线我跌破的时候 就会发生这个压力 大家来想象一下 本来月线守不住 就是回撤季线 回撤季线的时候 又跌破的时候 又出量 当然有人买 但是有很多人在卖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那你跌破线线的时候 压力就会出现了 叫做停损卖压 千万记得 我们的关键点是很多都在做技术分析 在用技术形态 在技术分析操作股票的时候 你如果守纪率的话 你会碰到那种回撤 跌破以后 你该做什么动作 很多人都会采取一个叫停损 好那感觉是 哇整个线形都破坏掉了 没有能力再迅速散回来 好这就造成什么 跌破以后的卖压出来 但是相对应的 你有量的时候 就是感觉 对啊我的成交是有卖有买啊 到底谁这么勇敢进去承接 如果是法人把散户的筹码接走了 那未来可能有机会 如果又是散户去接法人的筹码 你可以想象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那么将来这些符合到底怎么办 本来要抢说我跌破以后 我是不是价格更低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 技嘉目前的本益比44倍 44倍到今天是44倍 好那么看完技嘉以后 当然有些股票呢 现在目前的这些所谓的AI概念股呢 现在卖压都非常沉重 我现在给大家回来跳 跳到哪里 我现在举例给大家看 这也是我早上直播讲 也包括我们在股动前朝 也有跟大家介绍的东洋 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东洋 目前的K线形态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 所以你在看的时候 今天大盘往下灌 很多的这些股票呢 守不住 它的原本的支撑跌破以后 东洋却今天在创新高 它在创新高哦 那我们来想一下 那你凭什么创新高 那第一 来你看一下 外资 外资在上个礼拜五 外资它是进行买超 买超了两千多张 投信小买 但是投信小买的关键点在 它前面是不断的买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投信的筹码是不断的买 所以推升的这股价 而且筹码落到投信手中 它没有卖 外资反而是上上下下 有一下卖一下买 但是礼拜五它会买回来 各位 这最精彩的在这 什么意思呢 融资 这股价在整理的时候 融资就退了 然后开始一直降 一直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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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是一直卖 所以跟刚才完全相反 大家有没有看到技嘉 外资卖 投信卖 融资卖 你再看东洋 外资卖 投信买 融资卖 好吧 股价反向 也就是说 我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而且我创高了 那重点来了 本益比18倍 刚才看到技嘉几倍 44倍 好吧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在这个时刻里面 我要去谈一件事情 就是说 不是这股票不好 没有不好 但重点是涨多了 它的压力会变大 而且是跌破支撑的压力变大 那东洋的压力在哪里呢 我现在跟大家讲 今天只要是创高的股票 它也 它会碰到压力 什么叫压力 获利调节的压力 各位来了 那你获利调节的压力会来自于什么地方 因为我今天创高了 所以我前面 前面所有买的人 买这张股票的人 今天都会产生获利 它对应到什么地方呢 对应到我们的大盘 各位来看一下大盘 因为大盘不断的往下拉回 它里面觉得感觉是跌幅很大 然后呢 这边就会产生获利的压力 所以今天很多创高股票 创高以后呢开始震荡 然后有些获利的单子开始调节出来了 好了 那我们就回顾一下 我要让他想一下 说我们当时 我记得在哪一集啊 45集 讲东洋 来各位请看一下东洋 我们在讲东洋的时候 它几个关键点 我请大家注意 你务必要听好 这是我早上有讲过了 早上盘中的时候 我大概说明过一次 你知道吗 这家公司 它每个月 它都会告诉大家 我这个月 我的税前盈余是多少钱 每个月公告 每个月公告的话 相对应我们每个月可以看到 这家公司大概是怎么样 所以呢 在上个月 它提出了7月份 每股的税前盈余 加起来累计前7月 它的税前盈余 已经达到3块2毛1 你去看他上半年 赚了2块1毛1 今年 对不对 去年 去年他赚了3块6毛4 可是他前7月 已经赚了3.21了 然后第四季 是他AM市场的旺季 来 等一下我们停住了 问大家一下 那么这档股票 有没有机会 突破去年的3.64 以历史记录来讲的话 应该是4.01 EPS的话 以东阳这档股票来讲的话 应该是4块 出头一点 好 那么今年有机会是 直接突破 它的历史的4.01 直接往5块钱去跑 为什么 来 为什么 来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 第一 它现在在淡季 结果它的营收出来 年增又月增 淡季又不淡 所以呢 预期呢 如果8月份的这个 税前盈余公告以后 它应该又是相当不错 第二件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现在的新台币 是强势还是弱势 这些问题 如果加总在一起 你就会发现说 奇怪 外资不是最近都站在卖方 为什么会去买东阳 这档股票 你觉得 对 最近是买超东阳 然后投信呢 它是开始加码 加码 它又不卖 难道它只是到季底 它做账就结束了吗 现在重点来了 那我们现在想 好吧 那既然你是这个 所谓的AM的龙头 那我们过去形容过 你的客户有这么多 我们过去都讲过 它的客户群 所以你看 回去看那一集 就会很清楚 所以来 刚才前面讲的是 AM的龙头 Aftermarket 那这个是应该是 第四季 它是旺季 那没有问题了 所以它逐渐要走进旺季了 淡季不但走进旺季 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它产业面来讲是利多 以供应链来讲的话 它还有OEM的事业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转投资的部分 一气负微 它在上海安徽合肥 这边 安徽合肥跟长春绿色制造基地 这个地方有三个生产基地 它供应的是欧美车系的 这个新能源车 好了 上海厂大家都知道 这是啦 安徽厂是供应什么 Volkswagen 是大众的 那么 这个是2023年11月 11月就今年 接近这个第四季的中间的时候 会开始正式量产 这是有关于大众 那奥迪呢 它会比较慢 在2024年的年底 所以最主要你去看哦 这些前后的宝杆 塑胶的尾门 塑胶叶子板 这些轻量化的产品 代表一件事情 现在的车子 新能源车 都走轻量化 而它的OEM事业 它叫做加分 加分 本来是AM为主 现在加上的OEM 所以未来在2024年 它有机会持续的在往上 各位那重点就来了 所以我们讲重点来了 重点是在什么地方 因为这个AM的这个 我们讲零组件 副厂的零组件来做赔付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 所谓的汽车保险公司 他们所提出来说 我现在可以接受了 现在就立即一点就出现了 所以你看 它最主要的东西 大家来看一下 数件的部分 你想一想那种碰撞的东西就好了 什么东西最容易碰撞 我们要去理赔 车对车的车对车 车屁股追撞 好那么 基本的车侧 好那你就想到 说你看一下保险杆 水箱护照 好来门边试板 这些都是 来前后保险杆的下巴 这些都是 就你想象到的 如果车子有曾经 不小心有那种事故 碰撞事故 你就会想象 难怪 难怪什么呢 全球最大 全球最大 我想台湾number one 当初的那一集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讲 我说 你千万不要忽略掉 再接着往下走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 会让这一档股票 持续的往上 因为它走进淡 不是 它走进旺季 它淡季不淡 好吧 那于是乎股价 有没有让我们去感觉说 那股价还真的有所表现 那股价的表现呢 有没有机会 突破 再突破 各位来今天在突破新高 我请大家看一下它过去的走势 那以走势来讲的话 这边进行一个整理 好吧 这五日均线 沿着五日均线开始往上走 而且呢 大家有没有看到 整理量说 往上攻击放量 持续再放量 这个量能就很保 你说大盘如果成交量不大 有时候碰到杀盘的时候 会感觉这个量有杀出来 像今天 成交量稍微放大 因为在杀 在杀的过程里面杀AI 大家在心里想说 AI如果今天如果挺得住 也就是说盘中杀盘 最后收盘不要这么插 那至少拉一个下引线出来 让大家比较安心一点 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是压着AI 那么压着AI 看着其他的股票再往上攻 你心里总是不是滋味 大家想说AI什么机会法人 才有机会重新再来 那我来想一件事情好了 它需要恢复元气 短线上有没有可能 一下子就把你攻上去 你看今天所有股票的表现 我这样讲 如果打到跌停 先讲打到跌停 先碰触到跌停 下面如果有单子出来扑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你打到跌停我是有人要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跌停可能就锁不住 锁不住的话 你今天就看这个晚上 筹码的归宿 会跑去哪个地方 到底谁在大举出托 例如技嘉 例如广达 这一类的股票 如果你看到的是法人外资 那么一点也不为过 那我现在跟大家讲 你看到如果是外资 如果投信跟外资 同时在出的时候 你就会想象一件事情了 投信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它在转换持股 对AI它会减码 各位 那原本我们台湾股市 是靠谁撑起来的 我现在跟大家说 你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帮投信鼓鼓涨 这是我过去讲过的 你看这一段时间 这个投信买的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它有放弃过 它没有放弃过 反观是外资 在水位在下降 那你也不能怪它 我们讲新台币的弱势 就代表了外资 它是有可能将资金汇出的 于是乎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 今天叫9月11号 9月11号是站在什么位置呢 原本我们10号要发布 所有的营收 刚好在礼拜天 所以今天必须要把 所有的这个上个月的营收 全部发布完毕 那我们来想一件事情 都发布完毕了是不是 那我们是不是很好对照 很好对照吧 我现在这个月营收不错 所以我股价 现在有机会上涨 反应的叫营收的反应 对吧 但是为什么呢 当我技嘉丢出来营收这么不错 我反而没有反应往上 我结果是往下 大家来想一下 这个道理你就很简单懂 我本来就在跌了 结果我 我突然我营收发布的时候 我怎么没有往上 各位想象一下空间 就是我前面我会不会涨得太多 我要面临的是修正 所以我变成我今天回撤的是 季线 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我回撤季线这个生命线的时候 代表一个股票 它的拉回的幅度相当大 好吧那既然相当大 那不是产生的空间 那如果产生的空间 理论上法人应该要捧场 如果法人在这边卖 那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季线来到这里跌破之后的停损卖压 那么一旦出现停损卖压 何时要恢复重新这个买盘 我们在后续再往下看 那各位那好了 那难道只有这个可以选吗 这个礼拜有什么 先讲 这礼拜不就是苹果 苹果一 苹果 苹果的秋季发表会 那么大家的目光焦点 全部在iPhone15身上 那么好了 大陆的竞评令 到底对iPhone有多大的影响 华为的串起 你都想看看 好吧 那个资讯非常的混乱 再接下来是军工 军工航太展 在国防产业里面 这一次的军工展 是睽違了四年开始展出的 所以对军工应该有所期待 可是我们怎么看 刚刚看到那个汉翔 奇怪 飞了一阵子 这掉下去了 摘下去了 你看哦 今天的汉翔开盘是往上开的 最高攻到63块8 结果一路 跌下来了 来 股本很大 对吧 没有错 94亿的汉翔 于是乎呢 我来看一下 汉翔到底碰到什么问题 简单来说 汉翔碰到了前方的反压区了 你大家来看一下 就会理解 这边量的很大 对吧 然后我今天往上攻 对不对 我到这里大盘突然不好 就发生什么情况 开始吧 开始往下跌 往下拉回 就产生什么 解套压 这解套压 而且呢 他今天的高点 是不是突破前方的反压区 真的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结果大盘不好 往下压回 好 因为股本大 没办法 比较重 那其他股票呢 你去看一看 好 有关于亚航 今天还真的不错 有关于保一 今天也飞得不错 那至少呢 到目前为止都不错 各位来想一个空间 这些叫中小型股 同样的面临一个什么 突破前方的反压区 一突破 结果什么大盘怎么样 往下塞 我怎么办 这时候呢 散户朋友 做短线的朋友 很容易跑掉 好吧 那会担心什么 担心盘不好 等一下怎么跑不掉 怎么办 落跑 好落跑啊 那你就落跑 等一下 那不是今天礼拜一吗 军工展什么时候 礼拜四 所以呢 在这个阶段里面 如果AI的概念 AI的族群 他没有办法 立刻迅速 从直稳来进行反弹的话 那么资金它会流窜到哪里 网通AI生计车用 各位来想一下 你知道串出来的资金 会往这个强势股这边靠 所以当我在这个盘面上 仔细一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今天你去看 在AM的概念股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 还包括了梗鼎 提维锡地保这一类的股票 所以你就往往会思考一件事情 我在这个阶段里面 我如何去石油股票 甚至短线再进出 那么一定找 现在比较热门 比较强势 从而比较稳定的股票 这个进去会比较没问题 那么再看另外一档股票 同样也是创高 这个是 也是我们在股动前朝里面 有跟大家报告过 我记得上礼拜 在股动前朝的时候 有跟大家说过 我说你去看新权 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新权它走的是 车用 那后面发展到AI 那为什么新权今天如此的强势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关键点 你看到底像不像 请问像在哪里 第一 投信是不是买了很多 好吧 你就看投信 对 好这个阶段里面 投信几乎都是买的 好吧 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 然后融资 有没有掉下来 融资有减 对 融资这两天有减 尤其是在什么 股价在创高的过程里面 融资是减的 外资有没有买进 那就看上礼拜 外资确实有买 连续买了几天 好吧 外资连续买了几天 结果今天的股价怎么样 又创高 再创高 今天股价再创高 所以当你去看其他的AI概念 在那边拉回的时候 这两档股票 也就是我们在45集 46集 新权是我们上个礼拜六 产业先锋队所跟大家报告的股票 我认为很简单 那么道理很简单 因为第一 你去看筹码结构的问题 它可以取决于什么 我们讲 如果筹码是稳定的 你就要思考 那内容会是什么 请看这个内容 这如果假设你上礼拜六 没有看我们周末版的 产业先锋队的话 我要提醒大家看内容 第一个它股本本来不大 就是大概50亿左右 它的毛利率是32% 那注意 今年上半年赚了2块7毛3 2块7毛3 如果从到9月6号为止 投信持股的比例是6.42% 那么我过去有跟大家讲过 投信的水位比较高的位置 会在什么地方 15%到20% 这个水位就比较高了 也就是加码的空间比较没有了 好 那现在重点来了 以晶圆测试方面 名列台湾前三大 以晶圆测试业务为主 我们讲的这个晶圆测试 就是我们讲在封装之前的 这一块 它会这个业务为主 那重点它会在什么地方 大家请看 它一直在布的是车用电子的部分 包括了全部的这些 你所看到知名的厂商 英飞林 德宜 恩智普 伊法半导体 瑞萨 这些都是它重要的客户 也就是说 供应链 很重要 好不好 那很重要 那么未来我的看法会是这样了 那你走进AI是不断的在发展 那么大家在讲说 AI是个未来 对吧 是吧 未来 前面股价是不是都大涨了 大涨了 但是我如果回来 我把AI拿掉 好吧 我们都不要谈别的 我们就说 我们先把AI元素拿掉 请问你剩什么 因为AI弱嘛 我们把AI拿掉 前面是什么 车用 来 AI如果拿掉 全球前五大车用IC的IDM厂大厂的客户 最大客户是德宜 然后恩智普 这我刚讲过了 这是他主要的客户 好吧 这个是在车用的部分 各位来想象一件事情 我既然是以车用为主的话 那么我再介入AI 所以我的重心还是在 我的成长还是在什么地方 还是在车用 对吧 没有错吧 所以你去看 今年的8月 他的营收丢出来 一看 年减好像少一点 年减嘛 但是月增嘛 月增增加率就比较多 一看 他居然是全年的最高 8月的营收 所以走到后段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我们所看到这一群股票 大盘在沙盘 你最容易看到那个什么 筹码的稳定度 那第一 他创高了 今天创高的时候 会碰到什么情况 一样 我刚刚形容过了 股票创高 他有压力 因为解套压 跟获利压会出现 因为大盘不好 第二 就是股票跌破支撑 他也有压力 但是你觉得哪个压力会比较好 当然是创高 今年股价能够创高 我产生压力 我OK 对吧 我股价创高 恭喜大家 什么意思呢 我前方所有买这档股票的人 全部都赚钱的 所以你 或多或少 你想要获利 你想要解套 你都已经解套了 一定解套 创新高就一定是解套 所以 你要不要产生获利 还是要续报 那么 关键点来了 早上 我讲过东洋 早上我讲过东洋 这是盘中 盘中那个直播 我们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我们都有直播 那么直播的时候呢 我都会谈 我今天东洋 其实我讲的蛮详细的 我给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你今天 你要去报一档股票 就像过去 你在报AI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我怎么那么快就把它卖掉 那么卖掉 它不断的大涨 涨大涨大涨 我说是追追的是 好像不敢追回来 怕买高了 就它不断的涨上去 好 那东洋这档股票很稳定 我现在跟大家讲 你等一下如果没有时间讲完 请你去看我今天礼拜一早上的盘中直播 宇凡队长这个YT频道里面盘中直播 我大概会怎么形容 我大概形容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认为这档股票有机会挑战过去的高点 道理在哪里 第一 新台币的汇率 我去对应这件事情 因为这叫汇兑收益 那么既然是外销导向 那么当然我们是讲 你只要是做外销导向 我们关心的就是汇率的牵动 新台币的弱势 对外销导向的这个公司呢 它是有利的 我们再请大家的仔细听好这一点 那么当我的营收不断在成长的时候 我走近旺季的时候 你会发现法人的积极布局是为了什么 为了历史经验 什么叫历史经验 每一档股票都有它的历史 那么历史我们就抓原来的历史 它的高点 它最会获利的是哪一年 那一年它的股价曾经来到哪里 我们再来关心到当时的 它的本益比是多少 所以我刚才我们为什么比较 本益比给大家听 你去看 这个汽车零组件的本益比 现在创高的时候 本益比才18倍 然后今年的获利的 预估的获利 大概已经可以赶过 也就是它的历史高点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思考在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第四季走进了 旺季 如此一来变成 有这档股票的人 我倒认为你可以续报 在法人没有大举调节之前 这才是重点 大家听好这个重点 法人没有大举调节之前 哪一组法人 投信 因为外资它是有可能变动筹码 因为如果美金强势的话 美元强势的话 它可能会变动这个筹码 来 但是投信如果它布局 它如果放在这个地方 它都没有动的话 各位 你千万记得一个关键点 人家讲的季底作帐 到底是哪一季 是今年第三季 还是要跨到第四季 它甚至有可能作帐 它是跨季作 好吧 那如此一来呢 我们就要思考 那震荡完毕创高之后 还有新高 那就是我们常讲 就是过去的AI的影子吗 AI影子如何这么强 是太多的话题 大家都在讲 所以你会搞到最后 大家 等于是全民运动 如果你没有AI 被人家笑 对吧 就AI一跌下来 你还是被人家笑 你就马上变BI了 对吧 那好吧 那我们回来想说 难道AI就真的没有机会吗 我倒不认为它没有机会 但是短线上 它筹码是在乱的 非常的乱 所以基本上 要由法人去相挺 把它敲上去 这时候它才有机会 第一个我们回过头来看 那我们的机会在哪里 先看哦 刚刚给大家看了 几个重要的股票 广达K下去的低点 在219 它低点在哪个地方 大家来看 是不是原来的月线保卫战 跌破月线之后往这边 它不要去回撤季线 这个算强势 你要赶快站回月线 这才是强 但一旦跌破月线 如果没有办法迅速站回的话 你会觉得说 那我们先看别的股票 这股票就放着就好了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手上有这广达 那你就放着了 对吧 什么意思 今天往下杀 量能就杀出来了 量能就杀出来了 你看哦 这成交量今天往下灌 碰一下急杀 量就跑出来了 对吧 它是杀来取量了 那这取量到底是谁在下面买 那今天晚上就分享了 好不好 那哎呦 对哦 那说实在的 那我们这样看一看 那今天 AI杀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今天在杀 如果明天谈起来 那我不是很冤枉 对哦 那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嘛 那你一定是现股 我有没有说错 你会这么想你一定是现股啊 所以融资它不会这么想啊 哎一下碰一下10%掉下去 你融资还有办法有在那边 有办法说没有关系 我在那边等不可能 但是你说融资有没有可能这样杀下来 我们再进场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 因为最先融资都不怕 对吧 就是哎呦 打下来我们就来接 那很多人在跑短线 所以为什么说震荡很大 你如果里面筹码不是这么稳定 你会碰到那种扫下去 你就震一下 你会下一个跑掉 跑一掉 等一下又拉上去 对吧 你未来就会看到很多种股票 所以今天这个大盘呢 到目前为止 有稍微收敛一点 但理论上呢 记得一个关键点 以现在目前来讲的车用零组件 第二个就是军工概念 短线上都可以操作 这是目前 OK提供给大家当个参考 那另外提醒各位 如果你这个盘中 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 麻烦各位请扫描这QR Code 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这个你可以连接到YouTube的 我们宇凡队长的官方频道 然后按订阅 那么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早上十点钟 我们有做盘中直播 十点到十点半 我们大概把这个很贴盘的去报 告诉大家现在目前的状况 然后呢 千万记得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 如果你觉得你不太会操作 不是很好操作 手中股票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欢迎大家 加入我们的队伍 那么当然你要先加入我们的LINE 加入我们的LINE的好友 扫描QR Code 加入我们LINE好友 把你现在目前手上股票有的问题 可以在这里面放进去 什么股票多少钱 几张 大概是这样 我帮你看一下 来给大家一个建议 这个盘式 礼拜一就出现这样震荡 但是有很多股票今天是创高 好吧 我觉得这个筹码 筹码面是相当重要的 营收即将发布完毕了 各位 接下来是打筹码战 所以呢 各位 请你听好 很重要 这个礼拜的震荡幅度会非常的大 你要有心理准备 不知道怎么操作 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